一股PV味 哈喽大家好 我是打扎银行的行长 我们都知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往往那些在恋爱中偶尔撒娇 无理取闹一下的女孩子 多数比特别懂事的女孩 待遇要好 永远不要试探人形 她越来越忽视你的感受 越来越我行我素 可能是你这只柿子 太软软了 不过话虽如此 各位姐妹还是不要太嚣张 凡事都要有个合适的度嘛 小作移情 过分了对彼此都没好处 所以作是一门学问 一股PV味 首先要明确 作不等于嗷嗷待哺 不等于无故发脾气 不等于我是公主 你是男仆 不等于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是对的 不等于欺负人 有些姐妹天赋异禀 天生对作拿捏的恰到好处 游刃有余 行长也很酸 没办法 这种多数是胎理单 据我所知 一般从小被父亲宠爱 但没宠坏的女孩子 长大了在两性关系上 更容易打漂亮仗 撒得一手好娇 那么无论你是像行长一样 先天愚钝 不懂撒娇的女孩 还是一作就过分投入 不把男朋友作媒 事不罢休的女孩 都应该认真学习以下内容 恋爱中到底会不会作 怎么作才能让她越来越爱你 一 想让她爱你 要先学会自己爱自己 好的姐妹 作天作地 最后把男朋友作出阴影 不欢而散 但我知道 还有好多姐妹 懂事的 全世界都为她落泪 除了她男朋友 到了这一步 双方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相处模式 再改就难咯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不要作 卑微女孩 只有自己重视自己 别人才不会轻视我们 姐妹们 看到好朋友的男朋友 对她们摆一摆顺时 酸嘛 是不是还会觉得 好姐妹有时候的物理要求 有点太过了 但是人家小两口 就是开心快乐每一天 我们主动把自己的优先级 放在了我们的男孩后面 难道还怪对方 没有第一时间考虑我们呢 二 能给她提供正面情绪价值 翻译一下 就是让她觉得 和你在一起 好开心好幸福哦 他播一句 行长觉得 在恋爱中 屡战屡败的姐妹 多数其实并不是因为矫情 而是因为拎不清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因为行长实在是不忍心 看到有些姐妹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不把男朋友的自尊心 踩在地上就不舒坦 耍小脾气不分场合 总是在两人 及以上的大型场合 才给她难堪 或者喜欢的对方 情绪不佳 身心俱疲的时候矫情 台美其名曰 万难时 才最见真心 嗯我呸 这还提供个屁情绪价值 大家同为社畜 谁都想下了班 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家 卸下满身的疲惫 如果连家都是负担 任何一个人都会想逃吧 三 适可而止 上一条说了 不要不分场合 不分时机 作天作地 这条主要来讨论一下作的程度 长长之前就完全不懂 什么情况下该让步 轻易不生气 生气的时候又很应景 像一头倔驴 咄咄逼人 不依不饶 有一次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吵架 我把自己关屋里生分气了 男朋友来敲门 问我晚上想吃什么 我就扎了 是不是要气死老子 没看我心梗了 天天就知道吃 你再顾我感受吗 一气之下 什么难听话都说了 我当时的男孩 也听了尾了 扑尾 其实他真的没哄吗 还是只是我觉得没哄 或者没哄到位而已 直男的思维普遍很直接 自尊心也强 他觉得他已经转移话题 找台阶下了 可当时的我还是揪着不放 因为他爱我 所以他这次忍了 那如果十四百次呢 恐怕根本撑不到那会儿 我就没撑到 所以行长觉得 要做得漂亮 要懂得适可而止 我们可以先给对方台阶下 接受他的嗜好 再见机行事 再交摩擦 不要在两个人 都在气头上的时候 让他迁就你 祝各位姐妹 都能做魅力四射的都市猎人哦